日常口腔清洁不到位 容易引发多种身形问题 除了导致生理不适 也会令心理状态大受影响 这是在今年的世界口腔健康日 我们要特别强调的 因为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在生理 或者是功能上面 最重要的在心理层面 甚至于社交的层面 是被大家所忽略到的 也许这些是看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从科学研究的 实际的数据来做一个佐证 当你口腔健康比较不好 就会有忧郁的倾向 会有焦虑的倾向 甚至于在社交活动上面 就会受限了 为迎接320世界口腔健康日 业者吸手大卖场 响应公益活动 希望透过推广口腔保健知识 让国人都能拥有健康好牙 快乐生活 希望能够透过就是美名的这个世界 口腔保健日能够去推广 口腔保健的一个重要 那程如刚刚黄医师前面所提到的 就是说口腔保健是全身健康的一个基础 那对身心健康生活品质也有所提升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 就是跟家乐福跟家乐福文教基金会的一个合作 那在全省的这个家乐福门市 那只要购买AirWave Extra 五糖口香糖 或者是一口书的这五糖薄荷糖 我们会捐赠这段期间的营业额的两个percent 然后透过跟家乐福文教基金会 一起去协助阳光基金会 去协助我们口腔保健的一个推广 那也希望能够下一个世代 能够拥有一口健康的好牙 让每个人都有一个健康自信的效果 C News会流新闻网台北采访报道